台湾自产疫苗持续引发争议 日前蔡英文改口表示 自产疫苗不一定要到7月底开打 蓝莹批评称民进党当局政治防疫 此前力推自产疫苗 现在却沦为了疫苗乞丐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蔡英文曾经在5月中旬表示 自产疫苗预计在7月底可以开始供应 然而在21号的采访中 蔡英文又改口说 7月只是一个目标 没有说一定什么时候打 还声称疫苗是专业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讲得很好啊 疫苗是科学不是政治嘛 你怎么不早一点讲呢 对不对 那显然你之前都是政治嘛 现在才想到是科学 日前美国日本向台湾捐赠疫苗 有国民党人士则批评 民进党当局防疫不力 在疫苗政策上频频失误 把台湾变成了疫苗乞丐 你对乞丐两个字这么介意 我跟你说对不起 我改一下 你叫做超级无能的乞丐 超级无良的乞丐 以及超级无耻的乞丐 再加上连好 再加上连好 再加上连好